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從1月份開始 指數從1萬5公到1萬6 大概花了半個月左右的時間 那公到1萬6之後呢 結果上個星期 6天的時間指數殺了1100點 可是只花了兩個交易日 昨天大漲270點 今天大漲400多點 哇 這個行情真的是像大怒神一樣 但是無論如何 我說本來指數在高檔 它就容易形成震盪 那只要未來行情是看上的 拉回你要買 但是你要調整持股 我記得我在上星期跟各位講 不怕跌 因為好股票是跌出來的 跌的時候你才能看出來 誰真的耐震 誰只是炒作題材面而已 所以過去有一些 這個漲多純粹只是題材 題材面的股票 最近這兩天 大盤反彈其實他們並沒有談到 反而是具備基本面的股票 那這些股票其實 我們講 打下來都有一個支撐 來 台北股市其實就是殺融資 所以高檔震盪很正常 然後六天 哇 殺了1100點 可是融資只有2011億 沒有減到 但這兩天我想 今天融資以為應該還持續會減的 台積電 漲到34倍本益比的時候 跟大家講 成也台積 敗也台積 1月份 光台積電上漲 就貢獻指數1280點 什麼都不要做 其他股票都不要動 光一家台積電 就貢獻指數1280點 可是本益比來到33.9倍 接近34倍的時候 我說 它修正合不合理 合理嘛 對不對 你只要這個法說缺口能夠守住 我有跟各位講 重點是在這個法說缺口 因為這個法說缺口是 台積電宣布它的資本支出 大幅度調升到280億美元 所以法人他是認錯回補的 只要這個法說缺口不破 我跟各位講 台積電其實我覺得 拉回向上格局不變 但是關鍵還是這個融資 所以未來還是持續觀察 台積電的融資 那果然台積電打到月線附近 有沒有 馬上就有強力支撐 本益比拉到30倍 所以你看台積電 你看哇這個厲害 昨天漲20今天漲25 兩天漲45塊錢 但是市場上的資金 現在似乎就開始轉向到 另外一個護國三群 護國群三 就是聯家軍集團 你看2303聯電就好 其實美中科技大戰 他所引爆的是搶晶片 搶產能 我不要你的 那你也不賣給我 所以大家在搶晶片 那搶晶片造成怎麼樣 你有這個成熟製程的 你有這個先進製程的 大家就排隊來給你拿單子 所以美中科技大戰造成了一個 這個產能排擠 他排擠什麼 高速運算晶片 排擠到車用晶片 所以才有這一次 德國日本 寫信跟我們講說 需要我們來提供這個晶片 可是提供這個晶片 當然大家都在看台積電 可是台積電本身它的產能 它在增加有限 它只是排擠現有的產能 那聯電在過去 其實它產能 它不是百分之百的 所以聯電它有最優先的空間 讓出來給新進來的產能 而且新進來坦白來講 我講一句白的 可能就直接就坐地起價 我們不要講坐地起價 你來 你帶著單子跟現金來跟我拿貨 跟我來要產能 所以擁有成熟8吋晶圓製程的 還有 有餘力增加產能的 大概就聯電 還有什麼 5347的世界先進 這兩家公司 可是聯電因為它是一個精神領袖 它所代表不只有聯電而已 它還有旗下轉投資的 那 聯電這個我們有機會再談 真正重點在什麼地方 在聯發科 在聯發科 聯發科 你來看 當時在800塊錢的時候 我講 這個多頭格局趨勢不變 那IC設計的龍頭 有沒有可能賣向千元 我當時有講過 有沒有 我從西利KY 古王6415的西利KY 跟大力光真古王的故事 開始講起 我說這樣你要記得 聯發科來講 他帶動是IC設計 那高價的千金股當中 大部分又是屬於IC設計的股票 所以你們一定要特別注意 高價的IC設計 好 那漲到800塊錢 對不對 大家都在 沒有人在 在 在預測這個聯發科 我說 聯發科 現在外資怎麼樣 把它調到千金候選人 那這個 2454的聯發科 今天再創新高 952塊錢 952 952再創 再創新高 那你再創新高的情況之下 其實一件事情很簡單 就是怎麼樣 我在這裡 我在這裡 我聯發科能夠帶動 什麼樣的相關的效益 而不是只有聯發科 所以聯發科本身在這裡 來講 它上漲 它上漲過程當中 其實蕴含的意義在什麼地方 在於 跟我們剛剛講聯電一樣 聯電 聯發科 他們下面有一些相關的 所謂的聯家軍 所以 於是乎 我說我過去都跟各位 談了很多 高價股的操作 有沒有 好 我舉個例子來講 上禮拜 我跟你講金星科 有沒有 我一直跟各位談金星科 我說他是IC設計 聯發科集團的 董事長就是蔡明介先生 來 金星科 董事長 蔡明介 這個就最嫡系的嘛 最嫡系的嘛 對不對 連世界先進跟台積電的關係 都沒有像金星科跟聯發科 這麼密切 董事長就是蔡明介啊 我講前三季賠1.99元 有沒有 我記得我當時跟各位講 有沒有 我說 來 我說第四季單季賺2.79元 我昨天還跟各位在講 上個星期 其實上個星期 我就跟各位講 我說你要注意這一點 第一個 高價股有它的行情 那它的行情在於什麼地方 你要分辨得出來 那第二個 就是當拉回的時候 我們什麼股票 我要抱著 能夠過年 或是做價差 各位懂意思嗎 我可以做價差 來 金星科有沒有 我講第四季單季2.79元 所以上個禮拜五 我直接跟各位講 我說我禮拜一 如果你認同我的 禮拜一 我帶著你做金星科 我說我要下去買 有沒有 你們幫我做見證 我說禮拜五 我公開直接講 我不像其他人一樣 我直接講 我說我禮拜一 我要來買金星科 因為我認為 我認為 未來聯電跟聯發科 他們還有機會往上走高 那往上走高 你不可能只做這兩支 條啊 那個大牛骨 那你要注意的是什麼 像聯發科大長 你要注意金星科 我是不是跟各位講 來 你們要幫我做見證 我們來看 來 這是我給我客戶的 照盤 10點47分 金星科 我們昨天加碼買進 禮拜一 加碼買進 今天立馬大漲 持股全數獲利續報 來各位 我們看一下 來 我們看今天金星科 來 10點47分在這裡 這是9點 這是10點 這是11點 10點47分在這裡 我說什麼 我昨天加碼大買 今天立馬 大漲21塊錢 來你看 結果呢 不到12點半 直接攻上漲停板鎖住 很開心我們說到做到 我說在過年之前 當然 你沒有做的事情是 你可能要佈局 年後的新股票 可是 我認為 因為年前有指數 拉回1100點 有很多好的公司 它浮現了一個 很不錯的買點 所以我說 我也不跟各位講 講很多股票 也不是說漲了 我在跟各位講 我禮拜五直接跟各位講說 金星科 你願意我帶你買 來 我有沒有做到 金星科 昨天加碼買進 這個昨天什麼時候 2月1號 你有沒有看見 昨天加碼買進 來 今天呢 直接亮燈 38塊5 今天大漲 38塊5 所以我說指數大漲 你要漲到自己的股票身上 這樣才開心嗎 不然老師漲台積電 漲洪海 漲聯發科 漲聯電 今天陽明漲停 你漲那些全值股沒有 指數好看 其實意義不大 充其量是投資人看起來 比較安心一點點 可是你跟著我做金星科 我公開告訴大家 今天拉了掌天板 親愛的 我374加碼 已經加了一次了 我已經加了一次了 有沒有看見 374加碼買進 有沒有看見 我加了一次了 各位懂我意思嗎 所以在這裡的操作 我想各位 如果你願意 年前的新標的 打電話來我帶你做 好不好 我們先進一段廣告 馬上回來 她的質地啊 真的非常清爽 真的可以淡化斑點 撫平細紋 可以光緩你的皮膚 而且她很輕膚很滋潤 很好被肌膚吸收 安美諾屬於你的美麗承諾 我愛上的天天花 大華國際投庫 2362-8000 天然草本 酸肠口感 滋润喉咙 进度念慈安 酸肠琵琶软喉糖 甜的内容后 大华国际投赋 2362-8000 喵黄在上 酒降点 猫奴在下 酒降点 生鲜杂货 酒降点 不行 不能再吃了 不行 有可可多分 还可以变漂亮 细致浓郁 入口即化 再一口就好了 欧韦市浓郁细致 感受美丽 辛苦熬鸡汤 你家孩子 还是坐在教室第一排吗 要把营养真正熬出来 不能只靠好食材 飞利浦智慧万用锅 双重脉冲科技 动态压力 逼出食材滴滴精华 汤图更浓郁 营养看得见 氨基酸提升60% 蛋白质提升20% 飞利浦智慧万用锅 小丸子 你爷爷来了 这是清晨的时候开的 很香哦 为了让你闻到幸福的香气 爷爷又跑的 赶快闻一闻 真的是幸福的香气 周一至中午 下午五点至六点 樱桃小丸子 知道为什么 我们在自己 维持球后的位置 这场 为什么知道吧 不是 没有比赛啊 到底这样子往最北 我要知道 什么意思 效果嘛 那都 所以今天这个行情 我们从指数的角度来看 你剩下最后三天了 礼拜三 礼拜四 礼拜五 因为今天的大涨 礼拜二今天的大涨 所以有些内支 丙总 他们顺利的结账了 那顺利结账是个好事情 各位懂意思吗 他顺利结账了 他不会说导致说 有追杀的一个状况 所以这反而是好的 他们把钱 他们现在在结账 他的目的只是要在 下礼拜二之前 能够拿到钱 银行关门之前拿到钱 好 那他拿到钱的目的 就是要做年后的标的 那因为今天的大涨 所以他们不用去 贱卖 低卖 或造成市场上追杀的力道了 这是一个正向的发展 所以年后的行情 你要好好的把握 那当然礼拜三 可能明天最后一天 明天最后一天 我觉得是 丙总的 结账卖押的最后一天 但我觉得 大概也消化差不多了 所以不必太过担心 反而这两天 礼拜三开始 转强的股票 你要注意 这就跟各位讲的 你要看得懂 这个趋势 你不能 就说什么都搞不清楚 那人家卖 我就卖 外资卖 我就砍 那投进结账 这个内资结账 我就紧张 你像其实 这个指数 上冲下洗 早就在我们预料当中了 那为什么我讲说 拉回你要注意 好股票 因为你怎么杀 它只是因为指数 在高涨上一个震荡而已 它为了 它不是离开台北股市 它为了还是会去买 这些业绩好的 第一季有涨价题材的 这些公司 那当然台积电 就更不用讲了 台积电联电 我们刚刚提到 联发科也不用讲了 国据呢 国据呢 就我常常跟各位讲 股票不是你买到最低 就好 你买到最低 你还要能卖到最高 那你想想看 你又要买到最低 又要卖到最高 那个就叫大赚 有多困难 你国据 我跟各位讲 这段期间 很多人一定有做过国据 我告诉大家 你不会做得早就被洗掉了 你懂意思吗 比如说你400块买 涨到410块钱 赚4块你很开心 你卖掉 又涨到430块钱 你想下不去 你再买回来 结果440你又卖掉 又涨到450 哇 糟糕 结果咧 从400涨到450 你赚20 股价涨了50 是不是都是这种问题 你有赚啊 明明可以赚50块钱的 结果你赚20 结果这个波段 国据251块钱 我告诉你不会做的 搞不好 你不会做的人 你搞不好连25块都赚不到 你信不信 所以我才跟各位讲 高价股的价差啊 12月开始 天天跟各位讲这档股票 对不对 393 500以上出半数 押回再买 528再买 创新高 所以光就这一段大行情 我们不要讲 从这里 我的波段 核心持股 大波段操作 251块钱 这不要讲 我光加码单就好 我光加码单就好 493买的 赚151 528买的 赚116 四星KY 我跟各位讲 千金股候选人 千金股候选人 我讲的够直白了 我讲的够直白了 那当然 这两三天 如果我要出手 去买 我一定会告诉你 一样嘛 国局我都公开告诉你啦 群联也是一样啊 对不对 这个跳功却有上去 跳功却有上去 我说在342块钱 我在342连续买进7笔 李昂 首次将群联 纳入追踪个股 李昂啊 你看这里 调刚目标价多少 来 李昂 525块钱 看好群联毛利率成长 1月21号的时候 我说342块钱 连续买进7笔单 连续买进7笔单 本益比够低嘛 前三季去年赚接近25块钱 第四季 我说低标32块起 去年全年 32块起跳 第四季低标7块钱 高标怎么样 9块半 你330块钱 我为什么342那么加码 本益比10倍出头 不到11倍 为什么不敢买 台积电都涨到 34倍的本益比了 全年的本益比 11倍 为什么不能买 对不对 所以 这个行情会很热闹 不过坦白来讲 如果股票市场里面 你看像这个爱普 这也是金金涨 其实有时候 跟各位谈重点在哪里 你买得够低 你根本不用担心 对不对 你看 全部最高来到715块钱 715块钱 大涨51块 能不能公望涨停 无所谓了 已经大赚了 已经大赚了 来 有没有看见 原本最高了 对不对 是不是 原本是不是他最高 484块钱 484买进的爱普 到现在 到现在还有啊 你看见没有 484买进的爱普啊 我中间一路抱到现在啊 一路抱到现在 13号涨停 14号涨停 21号涨停 22号再涨停 27号再涨停 我有告诉大家 我说你不要追了 我们做新标的就好 别追了 还有一档 第四季单季EPS 是前一年 全年的1.6倍 一季 赚赢去前一年 整年的1.6倍 不是一年比一年 是去年第四季单季 是前一年 全年的1.6倍 那我想请问你 我们股票不是继续赚吗 那新的股票 是不是还在手上 准备进场布局 对不对 不是很开心吗 爱普债工涨停满所住 全入获利序报 那真正其实我觉得 很开心的事情 就是这样子 我没有说到做到 我没有说到做到 金星科 三七四买 逻辑很简单嘛 有时候我想 我现在在跟各位 在谈这些重点 其实真正重点在什么地方 就是你能不能够 真正掌握重点 买进 涨停板 你要去买 来 金星科 来 看到没有 昨天加码买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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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怎么样 工上涨停板 所以时间的关系 如果新的标的 年前 你愿意的话 我带你操作 祝大家 做股票 天天赚大钱 本公司与分析师 所推荐分析之个别 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 仅适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视评估 并次付投资风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